在这边已经转了很多圈了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特别特别喜欢 但是有一个在这边 看一下 我想拍一下这个 今天继续带大家去看涂鸦 今天我们来到什么地方猜一猜 我们来到涂鸦最多 然后最狂妄 最大胆 最奔放 最自由 然后甚至是非常大型巨大的涂鸦都在这边 这就是Downtown的R Street 你看这边到处都雪 到处都雪 所以Downtown这里的涂鸦刚才我说的比较大胆 然后喜欢的人会觉得太多了 太漂亮了 太自由了 太有这种想象空间了 如果不喜欢的人 你会觉得哇 这太乱糟糟的 到处都画 那个天桥下 什么房子里到处都画 所以这个涂鸦就是见人见智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其实我对这个涂鸦 涂鸦也是正在学习 就是说我也想大家一起来互动 就很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就是说涂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艺术 它算不算艺术 然后你喜欢的涂鸦是什么样的 你对涂鸦了解有多少 涂鸦有哪一些形式 有哪些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都可以留言跟我一起来分享 然后今天我就在这边瞎转 转到如果看到 其实以前也都来过 我看到哪个想就不错的 我们就停下来给大家拍一下 然后涂鸦表现的形式 内容也是各种各样的 有爱 有恨 有愤怒 有 甚至有暴力 有色情 都有 就是各种形式都有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情形式有种 有很像 看看 打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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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 女 她 女 既 这也有很多餐厅啊 有很多工作室 其实都是属于比较意识 比较自由一点的 我也来这里开过一个MV 是关于一个男主角在划涂鸦的 你看这个整面都画好了 昨天啊 我来了这边附近的一个化妆工作室 然后我就问他这边现在安不安全 他说现在挺安全的 比起两年前的话好很多 两年前的话是疫情的时候 很多关门的关门的多了 很少人出来 然后homeless就越来越多 后来生意各个都这个开一个化廊 那个开一个餐厅 慢慢多人多起来之后 那个homeless也就搬走了 所以他说现在还好 没有那么乱 这些楼其实都挺漂亮的 如果能就是比较便宜 租一个这样的工作室 也是很不错的 这边有个很大型的图案 看一下 这个好像就是刚才我说那个studio的墙面 好像一个什么楼 这是一个 那这个昨天我就经过了这里 应该印第安 印第安人 呃 曼德拉 还有李小龙 还有这个 另外一个是谁 那我们就来昨天晚上来的这个地方吧 呃 为什么 我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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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那些工作室什么的 还有很多仓库啊 回收的 刚才还看到一个像一个工厂 像一个纺织厂 很老的这种厂房 就什么都有 这边 这个是谁 这里就是涂鸦的天堂 高厂都是 这边看 仓库 各种都有 其实这种地方 如果是不喜欢涂鸦和不喜欢艺术 然后又怕 不要怕那种安全 有问题的人 可能会很少来这里 或不敢来这里 其实还好吧 这边 轰的鞋不多 大家都是在工作的 其实就是 有点乱而已 在这边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特别特别喜欢 但是有一个在这边 看一下 我想拍一下这个 很长很大 这是一个 他做了一个手势 又又又这样是吧 然后这里很多文字 不知道什么意思 D嘛 1988年到2019年 诶 难道是这个人的生日和他死掉了吗 Our beloved friend that was tragically shot here one year ago 哇 他在这里被枪杀了 他的名字叫Dima was a pro snowboarder 哇他是一个滑雪的滑雪手 and scaredbada a best friend and most solid dude ever he loved the life like no one else and always kept it one hundred goan too soon but forever in our hearts we got a bad track vast in peace 这边的文字就看不太出来是写的什么了 待会我再上网查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和 hope forever 紫色的玫瑰 墨斯科和洛杉矶 他是俄罗斯人吗 用的颜色还是很漂亮的这种 然后他的头像是黑白色的 然后他的头像是黑白色的 所以也是对 试者的一个计验吧 然后那边这是不是雪啊 然后这又有点像那个浪 虫浪的那种浪感觉 但不一定是啊 像 哇哦 刚刚我看了这个google说这个人 他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滑雪冠军 然后他那一天2019年6月10号 就在这附近啊 他开车 然后有两个朋友在他车上 然后那个枪手就把他给 停在他旁边把他给杀了 然后那天正好是他妈妈的生日 他刚刚跟他妈妈打完电话 他另外两个朋友就是因为在后座 旁边坐就跑走了 然后当天同一个杀手在这个之前 还杀了一个警察 在那个阿杭伯拉的一个Jack in the Box 那就是在那个Valley 和那个Fremont那个地方 那我很熟悉 以前我住过那里 哇哦 哇是这样的一个谋杀 他他就死在这 然后他当时打电话 刚刚他妈妈的生日打完电话 然后他也是准备寄钱给他妈妈 帮助他妈妈 就这样 哎呦 这是 就是 通过这样的一个涂鸦 也能了解到一个故事 如果你是光光是新闻看到的话 你没有太多感觉 然后你来到这 看到这样的一个头像 一个这样的壁画 然后你再查一下 知道这些故事 哎 生命无常啊 然后确实 就是关于枪击案这种东西 也确实是 不长眼睛 或者说是 有些很多就是杀的就是无辜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仇恨 让你一起做 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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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